深圳的山海连城计划你一定有听过 从山间小径到海滨长廊 一百条特色步道等你来挑战 而我手中的这一本徒步深圳一 就是征服这些步道的独门秘籍 从历史文化到美丽景观都能一网打尽 现在更有英文版和繁体版 祝您一帝之力 无论您来自哪里都可以轻松上手 赶快来开启你的探索之旅吧 这是山海连城徒步深圳的一个详细的介绍 深圳是一个海滨城市 有非常丰富的山海资源 有很长的海岸线 同样的也有很长的山野步道 深圳有三境三线有几百公里 所以深圳徒步的资源是一个无尽的宝藏 可能每一次都会见到不同的新奇的风景和动植物 深圳的山海连城的计划呢 就是让这些交野镜呢 让我们这些户外的路线呢 变得更加清晰 更加的安全 更加的方便 而且对深圳的长远发展会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作用 深圳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都是铜山 去到上面呢 就见到很多人 大家都去喜欢淘宝的 这本《淘宝深圳》呢 对那个山径的介绍是很详细 就包括了它的山径 它里面的植物之类 那都很吸引的 虽然说今天是我户外的第六年 通过阅读这本书 我们还了解到 步道上面还有很多补充知识 可以了解一些动物 植物 昆虫 一些故事等等 对我们与脚下的这块土地 有了更多的连接和了解 我希望把这本书推荐给更多的市民朋友 也欢迎更多的外国友人可以来参观大卡 这本书呢 可以很清晰地指引我们走到每一条步道 我会有这本书 那我会给我所有行山的朋友看一下 大家分享 大家一起约会去行这个步道 一条步道 一个故事 一百条步道 独栋深圳 山海连城 绿美深圳 绿美深圳 山海连城 陆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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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